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 今天13.01分 新疆昌吉市和乌鲁木齐县交界 发生5.6级的地震 震源深度是13公里 现在我们马上来连线 驻新疆记者站的本台记者崔宁 崔宁你好 崔宁你好 跟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的情况 当地震发生的时候 你的感觉怎么样 好的 地震发生的时候呢 我们正在位于乌鲁木齐市中心的 中央电视台驻新疆记者站 那这里呢 距离震中 撑离市和乌鲁木齐县的位置 之间的距离大约是在40多公里 当时我们所在的这个二楼呢 震感是非常的明显 感觉到了有地震以后 同时就马上有非常明显的 左右上下这样的晃动 它这个强烈的震感 大约持续了有4秒钟钟的时间 那除了在乌鲁木齐 以及附近的地区震感非常强烈之外呢 我们也了解到 距乌鲁木齐和昌吉 大约490公里以外的 巴州 快乐 等些地方呢 也有非常强烈的震 持续的时间也 大约是在 三秒到四秒之间 那么 除了 乌鲁木齐这之外呢 我们也了解到 在附近的一些中小学校 还有乌鲁木齐市的一些中小学校 都已经 及时的组织 这些学生 疏散到了操场上 目前他们的情况 都是比较安全的 地震发生以后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震局 已经派出了 大约15人左右的 现场工作队 现在已经动身前往 镇中开现场的工作 我们随后呢 也会持续更新报道 助理 好的 谢谢崔宁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那有关新疆地震的消息 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的 稍后是 请